来 案发现场 这位大姐看见了 我亲眼得见呢 我就看见赵副经理 退着个自行车 后边拖着个老头 那个老人吧 他很难受我 哎呦哎呦的 我亲眼得见呢 赵红子 我犯狼 坑我就无所谓了 你在外面你还坑老头 赵红子 赶紧说 这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情况是这样的 哎呀这个事确实是我做的 我啊今天本来是轮休的 不应该我上班 早上起来我一拉窗帘 我一看今天阳光明媚 我一看天这么好 我得干点什么 完了我就出来溜达 我先溜达到四号楼 我一看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就到了三号楼 也没有什么事 然后我又溜回到四号楼 有事了 我就发现有人呢 把这个自行车 停在这个楼道门口 这不是妨碍别人吗 我刚要把这个自行车搬走 我看那边 一个老大爷咔嚓一下就摔倒了 我说完了 大爷肯定是病了 赶紧把他送医院吧 我就把大爷 送到了我的自行车的后座上放好 然后我蹬着自行车就去医院了 我真不知道是你爸 再说了 我也没想到你爸的骨头怎么这么酥呢 别用了 我跟你说大美 我要真的知道你爸骨头这么酥 我说什么我也不能把它放后座上 我哪怕我自己放在后座上 让你爸爸自己的自行车都行 说什么话呢 那叔叔自己蹬自己车 那叔叔自己不就上医院了吗 那还有病吗 对对对对 那咋整的 那应该是 你蹬着车后面驮个我 那不行 驮着你干啥呀 驮着你大爷咋整 不行我抱着呗 你上钢吧 太不想话了 你太让我生气了 别 你怎么这样的 是是是 你知道我多感激你吗 哎呦我的妈呀 你会这么爱你会感激 我以为你激的呢 我不这样 怎么能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是是 大美我了解 他一感激他就这样 他就很狂道的 赵刚子 你说 我说啥 不用谢 那个不用谢 赵刚子 这就对了嘛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赵刚子 做好事永远不图名啊 不图谢 赵刚子 谢谢啊 不客气 应该的 哎我就想问问你 你爸爸那个骨头 真骨折了吗 没没有啊 哎 没有 大美你太过分了啊 没骨折 你说骨折了干什么呀 不是赵刚子 我我知道你 你那本做好事不留名 我不用这种方法 我怎么让你承认 这好事是你干的呢 哎 哎 对不对 我多聪明啊 真是 哎 你也是 你说你做个好事 怎么就不敢承认呢 那是什么 田经理啊 这个事千万别批批批批批 是我的错 为什么呢 赵副经理啊 想把这个好人好事 留给我 扶着我上帮榜 你脸咋这么大呢 给你你就要啊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见到荣誉的事就得上啊 上一遍 我的妈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 田经理 其实也不能光怪他 还有其他一个原因 我没敢说 什么呀 就是我把大爷送到医院以后呢 大爷躺在床上 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谁把我送到医院 并且救了我这条命 我就把我的宝贝女儿大美 嫁给他 哎呦 那真是不应该承认的 是不敢的 刚才 哎 我爸爸 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哎呦 啊 那个 那个大妹啊 你不能当真 你爸爸当时他有病 他他他他有点迷糊 我爸从来不撒谎 蛮佩呀 就这么定了 赵副庆 你只是个好人呀 大美姐 交给你 啊 笑脸 留屏了 我整了 好甩成爽了 笑脸 你看 怎么 怎么整了 怎么整 不是你留给他了吗 我可不留给他呀 可不敢怎么整 没事 我告诉你 大美那自行车还在门口呢 赶快 赶快的 明白 那就是跑呗 哎 你挖住我上边 等等我 刚 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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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啥事 咱俩聊聊 我爸说那事 那个小脸啊 后座是我的 给我留着位置啊 笨笨 不是 大美姐 我还小 主要是这个好事 不是我做的 那个还有地方 没要托我一个 哎呀妈呀 他们几个男同志 想太多了 我爸就说 请他们一起吃个饭 这叫你吓得 想太多 我跟你讲哈 我一直就觉得 女孩长得太漂亮哈 麻烦 哎我爸叫你们吃饭呢 你们想哪儿吃了 吃饭呢 咱们吃饭呢 我爸 咱们吃饭呢